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们做好吃的 妻子对赞赫发脾气的样子一点也不生气 因为他理解他的丈夫 赞赫的弟弟是警察 他接到举报发现河里死了一个人 死因不明 赞赫陪着院长打高尔夫的时候 发现院长总是喝水 正当他们在场地里打球时 院长飞速地往河里跑 跳入了河里 漂浮在河里 死状十分难看 赞赫的弟弟作为警察 对这种莫名投赫而死的案件无从下手 由于警察的职业操守 他不得不也守在河边 第二天的黎明 他醒了过来 决定以自杀案来定案时 发现河里突然死了很多人 这件事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研究表明 这些人是被变异的铁线虫侵蚀了身体 铁线虫一般都在动物身上 这是经过变异 才会到人类身体上 它会促使人类喝水 刺激大脑 使人类失去理智 直到自杀 赞赫看到电视报道 立刻回到加州 发现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喝水 这样他很惶恐 拉着他们去做检查 这时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 疯狂喝水 在医院人潮拥挤 但是没有可以使用的药物 突然一个病人告诉他们 说他吃了杀虫剂 病就好了 但是这种杀虫剂已经停产了 制药厂和政府谈判 要求政府购买股份 否则拒绝把制造方案给其他制药厂 病人们都被政府隔离了 在喝的朋友告诉他 在药厂仓库还有药 在喝高价买了一盒 看到药厂载着一个母亲 抱着孩子哭泣 在喝再三苦苦挣扎 还是决定给他了一颗药 这时大家发现在喝有药 疯狂的抢了起来 在喝被踩得伤痕累累 药也没了 正当他绝望的时候 弟弟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因为药厂的阴谋 药厂被第一架收购院长自杀 研究团队把治疗脑部的药物 研发成了变异铁重线 把原有病原的死狗 放入了旅游景区的河里 所有在河里玩耍过的人都得了病 弟弟抓到了同伙 同伙告诉他 仓库里有药 可以为数万人提供药物 他们到达仓库时 仓库被人点了火 哥弟俩在火中挣扎 在喝流下了眼泪 觉得自己的妻儿没救了 这时弟弟的女友送颜珠 及时赶到 在大火中救出了他们 这时正要给药厂签合同的经理 得知真相后 拒绝签署 感到他们畜生不如 在喝回忆教孩子们 做星星型的肥皂 从而有启发 他要找到制造材料 自己做药 这时妻子所在的禁区 病人们都想要喝水 想疯了 他们想按暴暖气管 妻子极力阻止他们 弟弟飞速 关注了总杂 在喝让人在制药门口的病人们 协助他让出道路 他开着卡车 冲进了药厂 手里拿着手枪 让制造厂的人 帮助他找到原料 药品最终被制作出来 病人们得救了 在喝抱着妻子 适而复得的感觉 让他倍加珍惜 自己的妻儿 他们看着在旋转步马上 玩耍的孩子 幸福的笑了 这部电影在警示着 制造企业在发展的同时 要兼顾社会效益 不能为了私利而谋害他人 生命诚可贵 在故事里我们也体会到了 在喝对家人态度的转变 家人们都是在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 他们的唠叨都是对我们的爱 爱的力量 也正是在喝妻子 能够抵住恶魔的原因 一场灾难的经历 让在喝懂得了家人的重要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